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强行堆容量来解决续航短这一痛点 面对大容量电池 厂商们开始曲线救国 纷纷拿出了大功率快充来提升用户体验 如果你经常看我们的评测应该也会经常听到 USB-C接口 快充 闪充 等等名词 什么是快充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充电那些事 说说我最近使用的这款 拥有四个输出接口 100瓦功率的氮化钾充电器 贝斯氮化钾Pro 对于氮化钾 想必不用我过多科普了 现在主流手机厂商的充电器都很青睐这一技术 它是一种从航天和军事领域下放到民用领域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至于氮化钾技术应用在充电器上的好处 简单来说就是能让充电器兼顾小体积和大功率 真正的鱼和熊掌兼得 贝斯100瓦氮化钾充电器有黑白两个颜色 内部附赠一条跟充电器同色的USB-C toUSB-C100瓦数据线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充电器的机身三维尺寸为85.2×30.5×54.8毫米 重量为205克 充电器侧面适应着一个100瓦的标识 代表着充电器最高支持100瓦的功率输出 考虑到它有这么大的输出功率 并且拥有两个USB-C 两个USB-A 总共四个输出接口 这样的尺寸绝对算得上是小身材 大能量 评价一款充电器是否好用 最主要的就是看它的快充兼容性 咱们先来聊聊快充兼容性 快充简单来说就是大功率的充电 比如小米的67瓦 极速闪充 OPPO 铝密一加的65瓦 Walk Dash Warp闪充 Vivo的120瓦 SuperFlash Triage 华为的SCP快充等 这些设备使用的快充技术 都是厂商自己花钱研发的协议 智能也不可能开放给友商使用 我们管这些协议叫做私有协议 只能买相应的厂商配套的充电器使用 贝斯这款充电器 支持Apple 2.4a QC 2.0 QC 3.0 QC 4加 AFC FCP SCP PE PD 和PPS等主流快充协议 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SCP 也就是华为的快充协议 使用这个充电器给华为手机充电能够开启 22.5瓦的快充 既然有私有协议 那肯定也有公有协议 公有嘛 就是大家都能用 设备间也能互相兼容 公有协议最具规模的就是PD快充 它由USB标准化组织推出 基于USB-C接口 目前苹果小米三星的设备 对于PD支持的都很友好 华为OPPO等厂商也在积极适配 市面上大多数轻薄笔记本电脑也加入了PD的支持 回到我手边这款倍时充电器上 它的两个USB-C接口支持最大100瓦的PD快充 是目前PD快充的满血状态 使用这两个USB-C接口 可以给笔记本电脑苹果设备进行快充 也能给三星小米手机提供一个较快的充电速度 虽说贝斯充电器有四个接口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啊 同时给多个设备供电时充电器的功率会发生变化 用贝斯氮化钾充电的时候 单独使用任意一个USB-C接口可以盲差100瓦 单独使用任意一个USB-A口时 可以提供盲差60瓦的功率 两个USB-C接口一起使用 其中一个接口会变成65瓦 另外一个会变成30瓦 总功率加起来就变成了95瓦 类似的你同时使用一个USB-C接口和一个USB-A接口 其中USB-C的最大功率会变成65瓦 USB-A接口最大则是30瓦 同时使用两个USB-A接口 那么两个接口加起来的最大功率只有15瓦 也就是说同时使用两个A口的时候没有快充 在使用第三个接口的时候 同时使用两个USB-C与另一个USB-A 第一个C口会变成60瓦 第二个C口是20瓦 A口是18瓦 同时使用两个USB-A与另一个USB-C C口功率为65瓦 两个A口加起来共享15瓦 当四个接口同时使用时 第一个C口会变成60瓦 第二个C口是20瓦 两个A口共享最高15瓦的功率 说了半天你是不是也落晕了呢 简单归纳一下使用技巧吧 多口同时工作时 就第一个USB-C口功率最高 给电脑用 第二个C口充手机 剩下两个A口充蓝牙耳机或者手环 除了快充的兼容性 选择充电器你还需要了解下面这些 倍时充电器使用了可折叠的角叉设计 折叠就是为了方便携带 收纳起来不会戳到其他的设备 但是由于充电器角叉是数字的设计 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占插孔的问题 遇到比如这样的双排插线板 就会占用两个插孔位置 有点不省心 如果是插在墙壁上的插座就稍微好一些 充电器的插角也是比较牢固的 插上没有什么晃动 苹果手机用户使用多口的充电器 还需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喜欢一直把数据线插在充电器上 即使没有再给设备充电 充电器也会判定这个接口被占用了 这是因为苹果充电线里面有芯片 插上线就会有微弱的电流 让充电器以为正在充电 这样就相当于同时占用了多个接口 会有功率分配的问题 总之我是比较推荐有PD充电的笔记本用户 选择贝斯的100瓦淡化钾充电器 一般的轻薄本都是65瓦PD充电 100瓦应付它们 小菜一碟 同时我们还能用第二个接口 给手机快充 即便是插两个设备 给电脑的供电依然有65瓦 充手机也能达到30瓦 两个速度都不慢 万一手表蓝耀耳机等设备没电 充电器上剩下的两个USB-A接口 还能满足这些小设备的充电需求 出门旅游 在这一个充电器就够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任务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帮我们点个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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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